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约瑟 分享他怎么样进入神对他生命那个很荣耀的计划 可是我还是要鼓励你 真的不要只是每天听三四分钟的恩典365 其实你可以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你自己读 你真的会发现神可以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 他知道你正遇到些什么 他知道你此时此刻的需要是什么 透过圣经的话 他会鼓励你 会指引你 会帮助你 也可能会安慰你 我求神帮助你 真的 我自己读圣经 我想读了非常多遍 几十遍 但是每一次读圣经 我真的都会觉得 圣经你们怎么有这句话 我以前好像从来没有看过 哇 神有这么重要的一句话 好像是新的一样 也有的时候 有一些经文可能我读过很多遍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领受 可是这一次读 又有新的领受 圣经真的很奇妙 我要祝福你 打开圣经来读圣经 每一次读圣经 你在圣经里面遇见这一位恩典的主 他爱你 他知道你的情况 他知道怎么帮助你 你也听得见 他透过圣经向你说话 上帝祝福你 我们讲约瑟 说约瑟从十七岁时候的一个大男孩 到现在三十岁的他成熟了 而那个成熟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他做事情的谨慎 不是跟着感觉走 不是跟着情绪走 他是既不是说 我现在非常开心 我遇到我哥哥们 他也不是非常愤怒 就是这些人害我 他知道开心也好 愤怒也好 现在都要把情绪先收起来 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够阴着顺着感觉走 以至于把整件事情弄坏了 那个整件事情是什么 他渴望我们的家 我父亲 我的十一个兄弟们 不只是在饥荒当中活下来 而是进入到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里面 可是要把我的父亲 我那个亲爱的小弟弟 托付给这十个人 叫他们回去把他们带来 我可以信任他们吗 十七岁的时候 约瑟发现十个哥哥一点都不可信任 因为就是他们陷害他的 可是现在呢 经过了这段时间 我长大了 他们有没有成长呢 所以他懂得要试验他们 而在那个试验里面 他说回去把小弟弟带来 不然我不信任你们 你们一定是奸细 可是小弟弟怎么带得来呢 小弟弟要带来几乎不可能 因为父亲不可能放手的 可是小弟弟不来 我们的命就不保 这张亲情的考卷 十个哥哥怎么回答呢 我读给你听 圣经上这样说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我们的兄弟身上 实在有罪了 那个兄弟是谁 就是当年那个被我们陷害的 约瑟 他们承认 实在有罪了 当初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你看他的心里面那么重 我们就一直哭得哀求我们 不要把他卖掉 不要把他丢在坑里 我们却不肯听 他说所以 现在我们自己承担的是 我们当年做错的事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上面那个人是约瑟 可是现在的景况 让他们会反省自己 我好喜欢这里面的四个字 叫做实在有罪 他们承认 真的 我觉得如果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些苦难 让我们真的懂得反省自己 这个苦难 太有价值了 也许多 Judy 我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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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